穿梭引擎 启动 飞船还有三十秒 达到光速 第一次去其他生命星球 总感觉心定不下来 你怂着点吧 飞船马上要达到光速了 飞船马上要达到光速 飞船马上要达到光速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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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暗宇宙中 暗宇宙与元宇宙的坐标对应 物质却可以突破光速 而且在暗宇宙中行进一光年 相当于在元宇宙行进一千零八点一万光年 要进行远距离星际航行 离不开暗宇宙 听起来 暗宇宙就像是实现在宇宙中 快速往返的便捷通道 那如果要从暗宇宙回到元宇宙中呢 简单 减速到静止 就自动回到元宇宙了 四里我们的目的地还有十天左右航程 慢慢等吧 这颗星球 就是此行的目的地 囚龙星 我们到来 此地距离地球三十二万光年 是比银兰帝国的帝都星球 还要繁华百倍的超级星球 来者非富其贵 若凤 这是地球人第一次离开太阳系 抵达一个外星文明势力的领地 你会在这里 踏出融入宇宙的第一步 阿图卡 距离第一颗生命星球还有多久 船长 六十一天后可抵达 很好 各位 大家都是生死与共的伙伴 完成战领后 少不了您的好处 生命星球 求老心 我来了